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212章施压。 还好。不过是小打小闹。让伯母见笑了。 叶浩轩微微笑道。 哪里?小叶的医术,我是知道的。开家诊所绰绰有余。 王温慧笑道。 林老有意撮合林宇童与叶浩轩。他相信老爷子的目光是不会错的。 在家之上他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叶浩轩有另外一层身份的人。所以,对叶浩轩相当满意。 只是年轻人的事情,谁也说不好。叶浩轩最终能不能与女儿走到一起。要看他们的造化了。 你跟宇童的年纪差不多吧?呵呵。自己都成家立业了。可宇童还像,是长不大的孩子。 哎。将来要找个疼她的老公才好。 王温慧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宇童一眼。 谁要人疼?本姑娘一辈子都不嫁。 林宇童脸色难得的红了。 哪有女孩子不嫁的?要么你自己赶紧找个。 要么你爸和我帮你安排。 你自己看吧。 王温慧笑道。 叶浩轩一愣。 王温慧这有点逼宫的意思。 但是当着自己的面逼宫。 这是什么意思?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。 院内汽车一响。 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容传了过来。 小叶啊。 真不好意思。 今天有事情耽搁了。 让你久等了。 伯父哪里话? 伯父是清源氏的一把手。 平日里日里万机。 抽出空来也确实不容易。 叶浩轩笑这站起身。 去让王妈准备几个菜吧。 今天让小叶在家里吃顿饭。 林成宇笑这向王温慧说。 放心吧。 这小事还用不早你操心。 王温慧微笑道。 伯父。 这不大好吧。 挺打扰你们的。 叶浩轩说。 哪里话? 你救了我家老爷子。 我们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? 应该的。 林成宇笑道。 那好。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叶浩轩笑道。 为林成宇沏上一壶茶。 王温慧便吩咐保姆去做饭了。 叶浩轩与林成宇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 小叶应该快毕业了吧。 林成宇问。 已经提前被毕业了。 现在我挂名在中医学院汤院长的名下混日子。 叶浩轩说。 这是怎么回事。 林成宇诧异地问。 事情说起来有些话长。 伯父的那位朋友吧。 我先帮他看看吧。 叶浩轩笑道。 呵呵。 我问过了。 他马上就过来。 林成宇笑道。 他话音未落。 只听院中汽车一响。 显然是有人来了。 看。 说曹操道曹操就到了。 林成宇爽朗地一笑。 然后站起身来。 赢了出去。 叶浩轩一争。 显然来人是有几分面子的。 要不然连林成宇都会出门去迎接。 他也站起身来。 林成宇热情地与来人握手。 然后走入室内。 叶浩轩的神色灯石沉了下来。 来人他也认识。 正是中华灿夫妇。 以及抱着孩子的保姆。 小叶啊。 介绍一下。 这位是港的首富中华灿中先生。 你应该听说过吧呵呵。 中先生白手起家不到三十, 便能打下一份鸟不得的家业。 实属不易。 这是他的夫人。 这是他的孩子。 林成宇热情地介绍。 叶医生。 我们又往面了。 来请叶医生一趟。 真是不容易啊。 闻圣学依然是一幅圣气灵人的样子。 怎么? 你们认识。 林成宇诧异地说。 岂只认识。 叶医生真是位大神。 我们都请不动。 若不是借助林书记这尊大神。 今天估计也见不到叶医生了。 中华灿话中有话地说。 叶浩轩的神色灯时有些冷。 这夫妇两人的思维还真不是一般人的思维。 有他们这样请人救命的吗? 先是施压把他从学校开除。 无果之后又请来是一把手。 这让叶浩轩越发越对两人反感。 林成宇也听出这夫妇两人嘴里浓浓的火药未来。 眉头猥琐了起来。 看样子叶浩轩与两人是有些过节。 这让他颇有些为难。 连忙笑着打哈哈道。 小叶。 是不是跟中先生有些误会? 没有误会。 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呵呵。 没有就好。 大家都是自己人。 来。 坐吧。 林成宇笑道。 叶医生。 犬子的病。 你看这办吧。 闻圣雪的一句话彻底将叶浩轩激怒了。 中夫人。 我想你们弄错了。 孩子生病。 应该去大医院去找医生看。 你们孩子是多么尊贵。 万一我治坏了。 或者手上粘了细菌。 感染了孩子的话。 就有些不大好了。 叶浩轩冷笑道。 闻圣雪的神色变了变。 冷哼一声。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什么。 其实。 他也知道理亏。 只是那份豪门阔态的。 傲气让他那高中的头颅。 根本滴不下去。 过去的事。 就算了吧。 我看叶医生也不是小气的人。 这样。 只要治好我的孩子。 驾码你随便开。 中华灿说。 对不起中先生。 贵公子孩是另请高明吧。 我治不了。 叶浩轩摇头道。 小叶。 中先生与你之间可能是有些误会。 这样吧。 孩子无错。 你先帮孩子看看吧。 林承宇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过节。 再加上中华灿身份不一般。 所以比较倾向于中华灿。 叶浩轩的神色灯石冷了下来。 他冷声道。 林书记。 不好意思。 这个病。 我真的治不了。 如果没事。 我先告辞了。 叶浩轩说这也不顾在常人难看的神色转身离开。 让叶浩轩怒得不仅仅是这两人拿是一把手的名头向他施压。 他怒的是林承宇不知道事情的经过。 就这样给两人讲情。 就凭这种人的态度。 估计任何人也会甩门而走的。 叶浩轩。 你不是要留下吃饭吗? 林雨彤刚好从楼上下来连忙叫住了他。 林小姐。 林书记的朋友对我可能有些意见。 我不便在这里久留。 所以先回去了。 回见。 叶浩轩忍着胸口的憋屈,向林雨彤打了个招呼。 然后便离开。 林书记。 你看看这小子张狂到什么地步。 连你的面子都不买账。 文圣学只气得浑身发抖。 他故意要挑起林承宇的不满。 只是他的如意算盘,注定要落空了。 只是一边的林承宇神色并没有不悦之色。 相反有种凝重。 这让中世夫妇心中一凸。 隐约的感觉到有些不妙了起来。